9月8号 今天在 放松和颓废中度过 也不算特别颓废啊 就是 没正经看书 早上就回来 躺那儿听着新闻 玩游戏 玩到个9点一刻了 然后干啥呢 然后就看基建林那个什么病榻 什么杂谈 基建林说我以后不大会看了 除非是学术性专注的 他那种散文啊 什么东西的 嗖嗖 然后我今天做了一个炸鱼挺好的 就是还挺做得挺麻烦 先预炸了 然后用高温再炸了 不错 做了一份烘烧了 一共还20块钱 还给我麻一盘 不错 真不错 便宜了 然后中午迷糊一阵 又看手机 我就是好像昨天想起了想买一个音笛向上的助力带 有儿子有 然后就经常拿手机看一看看一看 结果就这么浪费了很长时间 至少浪费两个小时的 老是想上鲜鱼上看 最后再拼了多少花20块钱买了一条 你说不上天 在我干什么事 然后刚才我儿子放学街回来 不记下那本书翻了翻翻翻完了 然后看一本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影视的书 就准备给我看看 先说吧 现在刚吃完饭 6点一刻 准备看陈银雀的魏晋南北超 我下午那边在想 我今天这个状态不对 可能和我昨天和前天连续出去应酬吃饭有关 心有浮躁了 有这种 我这种意志力特别薄弱的人 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心就会跟着晃 达不到意志间这种状态 所以说只要是什么 这窗都没了下坠呢 稍微有一点 所以说我现在不能炒股票 我炒股票心就特别浮躁 我们古墓窗外有一个那个白叶窗 有点清斜的感觉很吓人 严就严就严就 有点免费 有点免费